不得不说,外卖餐是一个像很多外出工作的小伙伴都用爱用喝的存在。 在远离家的大城市里,要是没有外卖餐,吃个饭不知道该有多麻烦了。 但也正是因为经常吃外卖餐的原因,才变得这么胖,有很多小伙伴对这个梗很势不解。 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明明点的菜跟自己做得差不多,油量也正常,可是吃了还是会长胖。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外卖餐容易使人发胖呢? 其实主要原因还是在炒菜用的油身上。 在市面上,油分为很多种,常见的油花生油、大豆油、橄榄油、葵花籽油、棕榈油等。 前面四种是我们家庭里经常用的,而最后一种,则是很多食品厂和饭店所中爱的。 无庸置疑,这些油都是可以食用的,只是在价格上会有差异,也很明显。 最后一种油的价格比前面几种要便宜得多,而这些油除了价格差异比较大之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区别。 那就是素含的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成分比例有高有低。 以下是实验室分析了出的各种油的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含量。 可以看出,猪油、棕榈油、黄油的饱和脂肪酸含量是比较高的。 而这,也正是外卖餐容易使人发胖的原因。 虽然对于人体而言,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都是必须的。 但是也有一个两个限制,饱和脂肪酸相对不饱和脂肪酸来说,不容易被分解。 如果摄入量过多,就会很容易使这些物质合成堆积,导致发胖了。 所以,经常吃外卖餐的小伙伴,即便是摄入的油量,与自己做的差不多,也会摄入比较多的饱和脂肪酸,从而比之前要容易胖得多。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食品厂和外卖店,用的都是棕榈油。 所以,要是点外卖,只能知道商家用的是什么油,就好了。 这里是营养小学堂,如果你想的营养知识,可以关注我查看相关文章。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